怎麼保暖啊,我就是會全身貼暖包 然後就是會一直喝熱的 還有跟冰冰抱在一起去 Ginning青年節怎麼過的? 青年節我在工作 你在工作嗎?沒有私人的 沒有,我在那時候我在無錫 然後我們在拍那個無擇天 然後那天本來想要約冰冰他們去運動 然後我現在覺得他們在拍 所以我就是工作完了之後去運動 然後就這樣子 小鳳一直抱怨說你們在哪裡? 那我心有在這裡 就是有跟他們hello問想打氣 有講hello問 對啊 還好吧,他還不是有個人路配他 好,講一下寶亮 因為我們知道你們在補充店 所以要不抱怨 所以在這方面的抱怨 要不要跟女孩子分享一下 那其實抱怨也不是刻意的 因為就是那個朝代的服裝就是那個樣子 所以其實你看我平常出事 還是不會把他碰到 但是我覺得其實女生保養 真的很常會忽略到就是頸部以下 那我覺得不只是胸上 那包括是頸部的細紋也很容易被看穿的面臨 所以我自己都是會把保養品一直擦 一直往下擦 然後像我身體也是一定會擦身體的力去美白它這樣 所以要不要跟大家分享那個周圍的起初 會不會很痛苦的過程 還是其實很容易就達到 嗯,就是自然而然的 沒有太過刻意的 但是就是因為他服裝也會幫忙 那他們都會幫忙做一些麻架 所以本身的實力是多少 因為聽說擠出來是C還D還C啊 這樣講那我都不好意思了 還是實際 沒有這麼誇張啦 應該就是一般正常吧 你說擠完是一般正常 擠了 這樣說我真的是很害羞 就是還可以啊 不要問我此生 不要問我此生 大家目測就好了 目測目測 不知道 不知道 現在有多新婚生嗎 他今天有說他有交往 他今天嗎 什麼時候說了 有說了嗎 報上了 真的嗎 喔真的 我沒有看到耶 你有見過 我沒有啊 但是我本來 因為我之前有看到新聞 然後還想說 因為過一陣子 我們只要一分鐘會在大阪 有一個那個就是 電影節會上 所以我想那時候宣傳的時候 我本來想說要好好帶個酒 就是好好地考問他一下 到底什麼狀況 那如果真的他要結婚了 我一定會送上我的那個 潤基金 然後讓他好好的 兩個人一起美白一下 然後可以好好的準備婚禮 因為其實那個 他的面其實也是太多久 可是之前就也有跟你講 真的啊 就是一直爆出匪文 這樣 因為他的 我之前也沒有聽過他的匪文 但我們之間的關係 都是很好的 我們 之前大家在傳匪文 我們每次都是 就當開心的人 就是我們也不會特別覺得尷尬 然後也是一直合作 所以 完全不會 就是 如果他真的有 就是非常大方 就是非常開心地祝福他 然後覺得 就是很天然開心這樣 因為我覺得 大家要找 能夠找到 跟自己合作的另外一半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就會非常祝福 那保養品 我一定會送 一定會送上的 要多少有多少 其實一邊 現在是兩邊一直嘎戲 對 會不會很辛苦啊 受不了 其實還好有一點點是自己決定的吧 就是 因為從去年 過年完 開始就一直接很多工作 然後包括舞台劇 然後後來又拍了電影 拍了電視劇那裡的 其實就是 覺得 應該是想要讓自己 逼到一個很爆炸的狀況 然後我覺得想要 看看到極限之後會逼出什麼 那馬是感情太空虛 想要把自己移成這樣 也不是耶 就是覺得 很想要體驗一下 就是以前大家港青 不是都會說那種 嘎集不信 然後嘎到昏天暗地這樣 我其實就是想試試看 那樣的感覺是什麼 就覺得當個演員 好像一定要經過這一招 就是這一輪這樣 因為舞哲天女生號 讓大家覺得說 你現在尺度真的都越來越大 嗯 就是我剛剛說的 其實不是刻意尺度開放 就是說 因為那個朝代的戲劇 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你就接這個 所以你一定是經過自己 有掙扎嗎 還是其實 嗯 沒有耶 因為他的陣容真的很好 然後像冰冰啊 像張冰老師 都是我非常想合作的對象 那這次跟他們去工作 也真的學習到很多 所以我覺得是 因為選了劇本 選了就是很好的團隊 那本來演員就是這樣子 在不同的戲裡 在不同的角色裡面 會有不同的樣子 所以我也一直很期待自己 在未來 不管是電影 電視裡面 如果有其他的造型 會讓大家驚念我 其實從頭到尾 以前到現在都沒有排斥過 只是說我不會刻意裸露 有很多大廁度的裸露可以嗎 不一定是裸露啊 搞不好我就會把頭髮剃光啊 變成一個光頭之類的 那全背部全有 嗯 很好的角色啊 很好的角色的話 可以考慮看看 但是我真的覺得 都還是看劇本來看角色吧 那對演員來說 是一個最大的吸引 謝謝 謝謝